它雖然是一個做飯洗碗的題目的布局 但基本上我會把它拆開成圖顏色問題 如果這裡是午餐,這裡是晚餐 所以第一題請同學向老師大概這樣處理 這裡洗碗,這裡是做飯 所以它講甲乙丙丁物五個人 每個人都會洗碗也會做飯 所以你看這裡,如果這裡洗碗就不做飯 因為它在第一行的最後一句話 做飯者不洗碗,當然洗碗者不做飯 所以這兩個並不是同一個人 那午晚兩餐 做飯者非同一人,洗碗者也非同一人 這兩個也不同人 所以這一題Key應該這樣寫 以我們對圖色來講的話 我們圖色大致上同學在接觸圖色 一定是有所限制,你不會遇到那種重複排列 就是說第一個有五種顏色,第二個五種,第三個五種,第四個五種 不會這樣命題 幾乎是沒有啦,要這樣命題也可以 但這樣命題就等於只是隨便考一考 所以圖顏色大致上它的主要的聚焦點 大致上都是相領不同色 相領不同色 那對這個相領不同色來講的話 同學就應該這樣想 如果這個是假,這個就不會是假 因為做飯者不洗碗嘛 所以這個是假,這個就不會是假 然後這個是假,這個就不會是假 同一餐飯 下午跟晚餐不會同時是 做飯同時是同一人 所以不會這樣 所以這裡是假,這裡就不會是假 所以以這一題的角度來講 你應該把這五個人看作五個顏色 視為甲乙丙丁物五個顏色 所以相領不同色 只要這裡排甲 這裡就不會是排甲 所以對於這裡五四 這兩個同色 五四 五四一四 不然就是 所以五乘以四 乘以一乘以四 要不然就是 五四三三 這兩個如果異色 所以這一題 在圖顏色的時候 我們原則上這裡都會 細部跟同學解說 這兩個同色,這兩個異色 所以這一次老師只有畫起來 主要就是說 這種問題 你在排列組合的時候 如何把它 跟圖顏色結合起來 這就是一種巧妙的想法 所以這裡 老師發現這裡 就是我們以前經常在交代的 AD 或者稱為AC同色 或者 AC異色 所以在寫法上它是 五四一四 或就是加起來 不然就是 五四三三 這裡 它跟它異色 它也跟它異色 所以對這個 空格來講的話 就有三個顏色 只剩下三個顏色可以去做 圖顏色的一個考慮 所以就變成了 五四一四加上五四三三 所以等於二十乘以 十三兩百六 所以第一小幾兩百六 那這個是剛才小考的第一題 在想法上一個 比較抽象的一種 觀念 再來另外一種 第二種想法 漂亮的結合 可能請同學看一下 一百七十頁 照我們的課本一百七十頁 第十七之五 只有挑戰題 將數字一到十二 依照順序排在二乘六的格子裡 所以 如果限制同一列 由左到右遞增 列就是橫的 行是直的 同一行 上面的數字 大於下面的 所以它有兩個條件限制 同一列是由 左到右遞增 所以如果它要你把 十二個數字 填空在這個格子裡頭 一二三四五六 那這個是排列沒有錯 可是第二次其中考 我們考的組合 其實也是都建構在排列 更何況其實我們高三也都還會用得到 它講同一列是由 左到右越來越增加 一到十二 一你是可以清楚確定百分之百 一定填這裡 因為一是最小的 但是二這時候就 可以填這裡可以填這裡 同學一是一定填這裡沒有錯 二是可以填這裡或這裡 但填這裡的話 三又可以填這裡或這裡 可是二如果剛才填這裡 三就一定要填這裡 所以就變成有一點點 開始塑形圖又要出去了 不太方便 當然十二的話 上面一定要比下面大 所以十二我看是一定在這裡 所以你能夠確定的只有一跟十二 那與其確定這麼少的話 乾脆我再把它結合一種想法 所以這一題一百七十頁這裡 我要請同學在這一個地方 畫六乘六的格子 你不要畫太大 就是你畫的下去的區間為主 畫六乘六的格子 我們一起來進行累加 六乘六的格子 還有六個塊? 有的時候我跟他看一次 那你做的一個一個是 在這六個塊油 창 我找到一個是 那我看到是什麼 不可以是 我看的 是 我看到甚麼 我看到 我看你 是 我看他 列6行 12個數字 那老師為什麼畫成左邊 123456 6個格子上下123456 6個格子 但倒也有一點點 機會因為6加6的確是12嘛 這裡的12其實就見過了 剛才那12個數字我打算把它填控進去的方向 在上一次課堂裡面 我們有講了一個 所謂累加法給同學認識 然後也舉了兩個例子 一個就是說 比如我跟某位同學進行班代表的選舉 結果我的票數跟他的票數是3比6 我記得我上次 所用的數據是3比6 然後我做了一個這樣的一個比喻我說開票過程 那個得到6票的同學他的票數始終領先 至少不低於我的票數 當然也可能 我一開票 林庭一票 林庭又一票 林庭又一票 結果我就3票領先了 結果接下來開某假一票 某假一票就一直都沒有開我的票 以統計學上來講 當然有可能 但是比較不屬於常態 就好像你丟銅板 好像現在 清明姐快到我們有時候會擲筊 你擲筊的時候你丟 擲筊10次 理論上你有沒有可能 10次都是正正 有可能 只是比較不會常態 有沒有可能100次都是正正 也是有可能 但比較不會是常態 這樣懂了 所以 在開票的過程裡頭 某假的票數始終不低於某一的票數 這個就是 想法的結合 那所以這裡 各位各位你看喔 如果老師採取了累加法並且 利用上一次所講的一個觀念 我把這個地方 做了一個 這樣的 結構分佈 如果我走到這裡是一種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是最小的 最小的 一定是1嘛 那1要排在左下角 所以當你走下來之後 你可以想像就是說當你往右 就是排在左下角 那所謂這個1 指的是 那個數字1 如果你往上走 代表你是排在 那個 上列 所以橫的 下方這一列 基本上就是走這一些 橫列 的方向 往上 基本上就是 指這一列 在上方這一列的方向 所以你注意看喔如果老師這樣走 11代表我怎麼填空我是這樣 剛才我講2可以填這裡可以填這裡 所以這也是一種很漂亮的想法結合 像 中模 中模 在 那個 所謂中模就是中區模擬考 中模 中模在 2011 2013 的第2次模考也考了一個類似這樣 他是8個空格 所以你們 高三 偶爾都還能夠接觸到 所以 理論上在想法的訓練上 你看喔如果老師剛才這樣走 就代表我是這樣填空 二填在這裡 如果老師剛才是這樣走 就代表1 2 2就填在這裡 所以往上是填在這一格 往右是填在這一列 再聽一次往上啊 這種往上 1 2 3 4 5 6 往上 是填在第1列 往右是填在第2列 但是因為上一定要比下大 所以你一開始你不可能往上 我控制住了嘛 所以你看當我這樣走 譬如說我隨便挑一個走法 注意我的藍色色筆 如果老師這樣的走法代表我怎麼 怎麼填空 你來想想看 兩個過來 兩個上去 兩個過來一個上去 所謂兩個過來就這樣 兩個過來 兩個上去 再兩個過來 一個上去 再兩個過來 三個上去 所以你看這樣是不是很漂亮的想法 右邊一定比他大 上方一定比他大 很漂亮的想法 所以你走法數多少 就等於你的填法數多少 走多少 方向的數據 就等於你填的數據排列數有多少 所以一起來累加 所以你 畫了這六格準備起來累加 1加12 然後累加的技巧這些都是先寫1 然後 當然你現在是往上嘛 你只有這個可以往上而已 2 3 4 5 6 2加3 5 9 14 20來請同學把它加總起來 這就是第2種漂亮的想法結合 那排列組合是一種竅門 就是說 有時候你對題目的布局來講 怎麼會想得到用這一種 那 有一句古文啊 引神而覺知其覺必有處 同學不曉得知不知道這句話的意思 就是說你用力拉扯一條繩子嘛 好像秦靜堯之戰裡面的一句古文 你們高一不曉得讀過這篇文章沒有 就用力拉扯一條繩子 到最後一定有一個地方會斷掉 那 如果你問我說老師那你為什麼 為什麼這個地方會斷掉 好縱使我用強力交把這個地方拉得很緊 我用力拉扯一個繩子當繩子張力大過他的 他所能夠承載的力道反正就一個地方一定會先斷掉嘛 這毫無懷疑 所以你如果問我說老師你怎麼想得到這種 方法 我如果想到別的 我如果用別的方法 你還是問我老師你怎麼要 知道要想到那種方法 所以結論是 就是說你要 反正就一個方法可以解決嘛 其覺必有處嘛意思是這樣沒有別的 我也是想說 老師我數學都頭痛了你又來又又來一個古文 頭更痛 好這2848 再來14 42 這裡90 42 132 所以老師算出來是132 這一種是第二種漂亮想法的結合 這個我們叫累加 就是你的 後面的 開的票數 始終不低於某一個人的票數 上一次老師是指這個例子 再來一個 也是一種想法的結合我們就開始要來講組合了 東西也蠻多的老師的書東西更多 好所以來準備開始 142頁還有一個地方我來做一點補充 請同學看到類題一之三 請同學看到類題一之三 在類型一之三裡面 有一個公式是這樣 那如果老是這樣講 六個人 我取四個人去排成一列 就是我們假設前排同學 一二三四五六六個人 假設前排六個人同學 那有四個人去進行位置的排列 那以我們對排列的學習來講的話 這個叫做所謂的P64 老師也常講P其實 用到深處可以丟掉 有一句話 愛到深處無願有 用到深處你這個P就可以丟掉 這個6 用到你很熟悉的時候 你就對 都不要理他了 其實都是承法原理 6 5 4 3 但是我現在 如果我要你證明這個 並且請你用一種 想法把這個公式結合起來 老師有用力的 我有目的 我要結合等一下我要講的巴斯卡定理 所以P64 是六個人排四個位置 那如果我再問你 我說 現在目前 我們班有 甲乙 這兩號人物 分別是班上的班代表 然後老師就講了 你們兩個留下來 因為等一下要開班務會議 所以他們四個去就好了 所以他們四個去 就是四個人做四個位置 四個人做四個位置 但是 如果我這樣講 不然 這個就是沒有班代表跟 副班代表的 也就不含甲乙的 要不然就是這樣 不然 班長跟副班長 你一個人 這兩個你們隨便挑一個 跟這四個裡面 隨便挑三個去進行排列好了 不然你們兩個就派一個去好了 班長副班長出席一個人就好 出去出席一個人 那到底是誰 班長副班長到底是誰出席 所以在想法上 到底是誰副 你就有可能兩種 有可能兩種 那既然這兩個一定要去嘛 所以這兩個 假設這個二代表甲或乙 那如果你是挑到乙 就請乙先坐好吧 乙先坐在這四個位置 其中一種 如果乙坐在這裡的話 另外剩下四個位置 三個人坐 四個人坐三個位置 P43 所以你注意喔 這裡6 這裡4 這裡4 這裡3 有沒有少了1 那如果我再這樣舉例 要不然啊 就是班長副班長 反正你一定要去排列 如果學校規定 如果學校規定 班長副班長以及班上兩位同學 那個 參加這一個四個位置的排列數 班長副班長一定要排 那 班長副班長就要先排啦 4乘以3 M就是4嘛 4乘以3 另外剩下四個人 排兩個位置 所以結論就是這樣 六個人 四個人做排列 如果不含特定人 所以請你在這一個地方 這樣寫 不含特定兩人 不含特定兩人 所以這不是只有一般的代數證明喔 這是一種想法 所以在這一個 老師圈起來這裡 請你這樣寫上這六個字 不含特定兩人 或者 第二個圈起來這裡 請你這樣寫 含 含特定兩人中之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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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含特定兩人 第三個老師圈起來的部分 請你寫上含特定兩人 所以結論就是這樣啊 因為六個人去排四個位置 要嘛狀況只有這幾種 含班長副班長 不然就是含班長副班長中之一人 不然就是含班長副班長中之靈人 沒有 這兩個都不包含 要嘛兩個都有參加 要嘛有一個人參加 要嘛兩個都沒有參加 所以再聽一次 這裡的四字 不純粹是代數問題 它恐怕是一個想法的結合 就好像老師從 小草第一題 170頁這裡 以及這裡 基本上都是想法之結合 所以各位同學可以 在這兩三道題目裡面 去進行 那個 演練的模擬 所以寫完的話 也請同學準備 翻到 單元三 一百八十七頁 一百八十七頁 標題叫做組合 也就是我們這個章節 的後面兩個字 這章節叫排列組合嘛 那排列是一回事 組合是一回事 如果兩個人排列 有順序問題 但兩個人當職日生 就沒有順序問題 五個人 挑兩個人排列 五乘以四 那五個人挑兩個人當職日生 這個就是組合了 沒有順序問題 這個就是組合了 所以第一個重點 從N個不同物品裡面 把不同畫起來 每次取M個作為一組的方法數 英文字C combination 所以組合是C 由N個不同裡面挑 M個作組合 譬如說老師剛才講的 五個人挑兩個人做為職日生 AB AC AD AE 往後 不要往前 因為往前的話 BA 剛才AB算過了 再來往後 VC VD V 再來換CD C E 再來換D E 所以理論上就有 123456789 十種 五個人組合就有十種 那十種跟排列的差異 排列是5乘以4 二十種 那組合 因為排列這裡 AB可以有兩階的變化數 那組合的話 AB就沒有兩階的變化數 所以對組合的認定來講的話 這裡 我先寫公式給同學 他基本上 就是我們在 排列裡頭 PNM 然後那個 排列數要除掉 他沒有辦法再排列 PNM 再乘以 M階 分之一 兩階再除掉 好兩階再把它除掉 那這個也是同學國小所學的握手問題 五個人 兩個人握手 我跟他握手沒有排列的問題 五個人握手 每一個人要握手四次 五四二十 但是每一次都算了兩遍 也是你國中所學的對角線數量 N邊形的對角線 每一個 每一個點 都有N-3條對角線 六邊形 除了他本身的點 還有兩個鄰居 不能構成對角線 N乘以N-3 除以2 那個除以2就是組合的意思 那所以像這裡的話 他基本上是排列數 然後把它除以M階 把那個排列去掉 組合而已 沒有排列 根據PNM PNM 這個的定義是這樣 N階 N-M階 所以當我在除以M階的話 以後同學看到這個組合 你要這樣想到 也是在我們學習重點上方的公式 所以請你這樣填空 所以底下第一個 五個人挑兩個人當值日生 叫做C5選2 那乾脆我這樣詮釋 五個人挑三個人留下來 另外兩個就當值日生 所以當值日生叫做C5選2 沒有當值日生的叫做C5選3 這兩個數量一定要一樣 只要是兩個相加等於它 數量就有